大家好,我是Den 在法庭流着泪对法官苦诉 因为想要好好培养的欲望泰山而造成了现在的结果 法师没有恨过乔音的养母 以及自己完全不知道养母怎么对待乔音 知道的话就算离婚也会阻止得养父 两个人已删除的Cocot聊天记录 被检方复原狠狠地打脸了他们的狡辩 他咳嗽也很厉害,也流鼻涕 但是想就这么放着 我头有点疼,要吃点药了 不吃药养育的话也很好啊 亲爱的你吃药后睡一觉吧 幼儿园的老师们抱他的话就不哭 烦人的娘们 今天一整天都发神经 只给他了一个苹果 不过今天没有使用暴力 从一大早开始就那样 越来越不耐烦了 在我说给他饭之前 先饿饿他 真机车都在耳边排环 懒得带他出去的话 要不要放在家里 我回家吧 我就要放在家里 所以不要回来 他好像是疯了 到现在都不给我吃饭 饿他一整天试试 听说饿三天也不会死的 看来是有什么问题 真想骂人扁人 但是我在人 带去医院吧 形式上的 看来是要那样了 虽然很麻烦 然后到了急诊室 一时宣告不治后 羊母在团购的卖鱼板的网站 好像没发生什么事情一样的留言 然后在巧音离开后的第二天 羊母传送给安慰自己的熟人的短信是 谢谢夫人 应该是上帝需要一个天使了吧 明天还是会见面吧 因为太上火 读到一半停止了 18 这些家伙根本就不是人 你看养父 真的太傻眼了 一出师接受采访的时候 还说自己没有错 真的太恶劣了 什么事先知道了 就算离婚也会阻止 18 养父根本就是在旁边扇风点火 希望进入监狱后 能跟电视剧一样狠狠被揍 都已经不知道 还有什么形容词能形容他们了 下一个消息是 根据报道 制作姚家艺的英雲的唱片公司 对媒体表示 在2月份所有录音以及MV拍摄 都已经完成 准备在4月底公开 但是因为3月发生的肃金争议 而姚家艺德目前正以5人体制活动 所以唱片公司 在与Cube娱乐的协调下决定 将新曲音乐的歌词修改后 重新分配给5位成员们 再次进行了录音 将已排除肃金的5人体制发表兴趣 但是投入大量费用 以及人力资源的MV 会将肃金的片段 尽量剪辑后再公开 而Cube娱乐则是对媒体表示 目前不方便发表立场 现在因为俗金要求 曾经内发表立场 而曾经内发表立场后 俗金却没有任何回应 所以对俗金的风向也是不太好 暂时装没事 等风平浪静后再想出来是吧 退团之前是不会消费的 让演员发表立场 发表立场了 却无声无息快一个月了 赶紧退团吧 但是也有少数这样的反应 现在正在进行法律程序 暂时不能出来也是应该的 为什么老是要退团 不消费这种威胁呢 对于姚家艺德新曲 将以5人体制发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